感冒是一种由不同类型的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主要影响鼻子和喉咙 以下是关于感冒的一些常见信息 病因 感冒通常是由冠状病毒 Corinoviruses或鼻病毒 Rinoviruses等多种病毒引起的 这些病毒易在空气传播 特别是当患者咳嗽或打喷嚏时 症状 典型的感冒症状包括流感 打喷嚏、喉咙痛、咳嗽、头痛、乏力和身体疼痛 发热也是感冒的一种常见症状 传播 感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 即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 周围的人可能通过吸入病毒而感染 此外 感冒病毒也可通过直接接触被感染的表面如门把授 电梯按钮传播 治疗 感冒通常是自线性的 即使不进行治疗 大多数人也会在一致两周内康复 治疗方法包括休息 饮食、饮水、药物缓解症状如退热药 止咳药、鼻塞解除药等 预防 预防感冒的最佳方法是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包括勤洗手 避免与感染者密切接触 避免触摸面部 保持室内通风等 此外 流感疫苗也可以帮助预防部分感冒病毒的感染 与流感的区别 感冒和流感有些相似 但是流感通常更严重 症状更为剧烈 流感通常伴随着高烧、寒颤、肌肉疼痛等 如果你感到有严重的症状 持续发热或呼吸困难 建议尽早就医 因为这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迹象